冷嗖嗖 但是選戰鬥數 各陣營還是得持續來拚選戰 在今天藍營是分鏡合集 韓國瑜到花蓮造勢 有長輩為了一堵他的魅力 不小心失足摔了下來 另外是副總統的候選人趙少康 則是來到新北最大的眷村開獎 要鞏固深藍選票 現場還模仿起前總統陳水扁 我阿扁 當選以後 以前的違建都不拆 所以他當選以後 有沒有像 有點像 因為我跟他同一天進台北市議會 每天朝夕相處 沒聽錯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模仿起前總統陳水扁 鬥著現場笑聲不斷 而會有這橋段 也是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快點回應他的直球對決 賴清德在萬里的房子 是不是違建了 是 他是違建 只是輪不輪到猜 還輪不到 他還沒有排到要猜 這是一個事實 對不對 但是話說回來 黃國昌也沒排到 人家被檢舉就猜了 柯媽媽 柯文哲媽在新竹 他也是違建的頂樓 但是也沒有 理論上依法還沒排到 他也猜了 為什麼賴清德就不猜呢 他就不要猜啊 還哭 哭什麼呢 我就不懂 好好 你為了為國為民 為國為民哭了一道理 為了為 為一件哭 這像個總統的樣子嗎 來到新北最大規模眷春 趙少康火力全開 要深藍的 全都回到侯康陣營來 民進黨之間沒有這個能力 沒有這個能力跟大陸方面好好溝通 讓國民黨來好不好 好 國民黨一定可以嘛 你賴清德如果當選 兩岸真的 會不會打仗我都很擔心 大家都會很擔心 民進黨賴清德說不會 他是代表和平 他笑死人了 他代表什麼和平 如果你民進黨真的要代表和平 兵役為什麼從四個月變一年 國防御春為什麼從三千一變六千一 眷春王王被視為國民黨鐵跳 北台灣桃園新北等等全是大本營 趙少康任務目標明確 穩住深藍 把選戰打回到藍綠對決 而同一天花蓮也有黨內另顆太陽幫錘票 要發財一定要先修辱 要賺錢一定要打通交通 未來復分起義 再站在立法院 韓國瑜也進立法院 我們一起把中央山脈活到六號 28公里給他打通好不好 好 佐丹阿都有熱情韓粉 只是有支持者不小心受傷了 走路去爬牆跌倒了 爬牆 要來看韓國瑜 不知道從哪裡爬上去 看看這牆足足有1.5公尺高 看來韓國瑜的魅力 給了75歲的大姐滿滿勇氣 為了見韓國瑜一面 他就跳槍下來 韓國瑜在哪裡來 有要說 各陣營人氣比拼 在今天雲林的北港朝天空媽祖活動 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和侯友宜 是先後的道場 也巧妙錯開時間 亡不見亡 也讓東道主 也就是朝天空的董事長 差點來不及接待 變成縣長出動就假 柯文哲中午到雲林北港朝天空 董事長蔡永德代表迎接 董事長全程陪同身為地主 絲毫不能怠慢 總抵達下車迎接進入廟裡 一起上香 不過他還忙著接手機 聯絡訊息 柯文哲沒有停留很久 很快離開 他們一起轉往餐廳 董事長還趕緊找空檔 滑手機看訊息 餐廳是環宇媽祖聯誼會的 會長交接 這是各地媽祖廟盛會 蔡永德用民眾黨的口號 介紹柯文哲把他逗笑了 這時候朝天空立民貴客上門 沒有主人迎接帕斯里 縣長張立善來救場 張立善迎接侯友宜進入朝天空 民眾熱烈歡迎 他穿過人群 走了好久才進入廟裡 人群旁邊 蔡永德趕回來了 趕在上香之前到達 又陪著一起拜拜 完全不失禮 走出廟門 民眾真相要拍照 還有人推著輪椅來 離開朝天空 董事長跟侯友宜轉往餐廳 行程和柯文哲一樣 朝天空迎接貴客 小細節也注意到了 柯文哲 侯友宜 時間巧妙錯開 王不見王 只是難為董事長 趕場好忙 而柯文哲是持續把炮火對整了民進黨 他到桃園的時候 在批以前桃園市長的鐵路地下化 桃園航空城 以及桃園舉載等等的議題 而且沒講一個台下就會大喊太離譜了 也形成有趣互動 1月13號 我們要把柯文哲送進哪裡 走投府 把柯文哲送進哪裡 走投府 要拼拿下政權 氣勢可不能輸人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桃園大造勢 人還沒到 大批支持者場外等著迎接 義務反顧 另一次 桃園廠網路報名 2529人 民眾黨估現場人數約1.2萬 就怕又像台南場 萬人造勢被酸 吹牛吹很大 柯文哲台上亦有所指 我們沒有辦法像其他兩黨 那樣的用遊覽車 便當 甚至是走路工去找大家來 今天來這裡的 都是自動自發 柯文哲踩進桃園的綠營票倉 擺出人海戰術 更把矛頭對準民進黨對手賴清德 跟前市長鄭文燦 鐵路的地下化 它從300億變成了1500億 鄭文燦八年的任內 桃園市的負債1400億 不只民眾黨不分區黃國昌的招牌用語 成為柯文哲造勢場互動新口號 黃國昌一登台 大家先喊著想看低潮 不少人自製海報標語 要讓柯文哲看到 不管是青年的朋友 還是中年的朋友 也請你回去 跟你的長輩說 我們需要台灣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而柯文哲一定會跟大家一起努力 清一色年輕面孔 柯文哲想入主總統府 不只催票 更要想辦法跨出同溫層 而蔡賴今天則是都回到台南 固守綠營的大本營 尤其是賴清德的本命區 賴清德可說是炮火更加猛烈了 說怕88槍擊案侦破 開槍和策劃都是跟國民黨有關 還痛批國民黨做賊喊捉賊 欠台南人一個道歉 回防本命區賴清德進場 到舞台不到百米 民眾熱情簇勇 搶著握手 他走了將近10分鐘 既然在台南 他直接舉例88槍擊案 炮轟國民黨做賊喊捉賊 賴消沛在台南不能輸 還要贏得漂亮 但光電弊案似乎影響 綠營在台南的基本盤 賴清德也展現魄力 跟綠電蟑螂宣戰 立委陳庭妃競選總部成立 蔡總統也來站台 話題一樣圍繞在綠電 隔空開炮在野黨 接著調侃柯文哲 有人常常講說 要走蔡英文路線 要走蔡英文路線 我們就一定投票 給賴清德跟蕭美琴這樣好不好 還有蕭美琴 反台後首次回故鄉台南 台灣的農產品 在全世界在行銷 中國那邊 他如果要買我們也歡迎 但是他不時就在收起 今天心情好給我們買 明天心情買沒要買 蔡總統賴清德跟蕭美琴 三個人接棒替陳庭妃 站台輔選 現場喊破萬人 用綠電反擊對手陣營 全力催出台南選票 TVBS新聞 艾昭賢顧首昌 SNG小組台南報導 選舉的戰火不只是在台灣 更延燒到了美國學界 賴清德的禁總發言人 趙怡翔投書美國期刊 而藍營隨即被邀告反擊回應 輪美學者就指出 這顯示美國國內的風向已經改變 不是只有單音聽取綠營的聲音 YouTuber一本震驚 介紹貓頭鷹 延續節目風格 畫風一轉 蕭在攻擊獵物的時候 可以達到每小時64公里以上的速度 這種美麗而凶悍的猛情 也被稱為蕭美琴 影片放上IG 更調出本尊留言 用該YouTuber口頭禪 這還真是不可思議 蕭美琴打清明形象拼空戰 中午陸戰更回老家台南神學院 父親曾是這裡的院長 那天是2001年的議員13 是我第一次跟5000年紀念的議員 那是怎麼看有學者在慈禮 就民進場在美國這的工作是 這次工作還是他們 抱歉抱歉 走路台灣的心 不知國內選戰要大戰火 已延伸到了美國外交家期刊 賴鏡子發言人趙宜祥 月出投書紙 國民黨在國防議題上非常分裂 一度要縮減一位一旗 深深藍營反對不對稱戰略 另外試圖阻擋部分軍售 引來藍營國際部的 沈正浩投書反擊 國民黨將繼續投資國防 指使趙宜祥刻意扭曲 雖然綠營的國防政策 缺乏整體戰略藍圖 而後遺落當選 上任10個月內 會公布台灣首個國家安全戰略 藍營這篇長文 綠美學者揭露 是期刊妖狗回應 但是美國現在對於 所謂的台灣的不同的政黨 真的不像以前覺得 只有民進黨是民主政黨 其他政黨都是投降派 不是的 不是的 這個風向已經是很清楚的改變了 是這班初前 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 柯伯吉發X文 轉發文章 跟指出美國人必須明白 國民黨不應該被視為 只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投降的政黨 只是在這場選戰當中 抗中和合中 似乎也成為了選戰的主軸之一了 我們看到賴清德 是狂打抗中牌 造勢的時候也不斷的高喊 別讓台灣變成香港 只是有用嗎 因為其實過去 在去年同樣是抗中保台牌 九合一大選 綠營就沒有收到紅利 而原先是不傾向 持續打這樣的選戰主軸 但是進到選戰最後衝刺期 賴清德的選情也出現了 支持度停滯 選情潮不太熱的情況 所以又回歸了基本牌 所以上市不分區 他們組成了首位的台灣戰隊 至於我們看到在柯文哲的部分 他自稱外交是遵循蔡英文路線 還說他才是美中唯一能接受的人 侯友宜則是主打親美合中 以合中牌 強調說兩岸要溝通對話 只是對於說多名里長 到大陸觀光返台後被約談 侯友宜就反批說 民進黨對重大的弊案有查過嗎 但是現在要說到被指雙標的事件 這起交流事件也衍生 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徐曉星就挖出 說民進黨的立委林楚英 曾經在2014年也去過大陸交流 質疑這是綠能你不能 而且我們要相信我們的里長 我覺得里長是我們最基層的幹部 都一個個選出來的 我們要相信他 相信這個里長 支持我們的民主制度 堅信我們的民主制度 他們怎麼講 反正就是你講你的嘛 里長要怎麼決定 里長自然會有自己的決定 我不認為里長去什麼吃兩頓飯 什麼落地招待一下就會改變了 我不相信 和里長們贊同陣線 趙少康喊話檢調 因為北市41位里長去大陸旅遊 卻被用反滲透法搜索約談 回想起整個過程里長心有意忌 里長說附路交流行之有年 選舉年一到就被教學問話 質疑檢調問的問題有目的 國民黨立委質疑被約談的里長 多半是藍營 檢調根本是選擇性辦案 國民黨會在海道前面 辦選前最大一場的台北市的肇事活動 結果檢調他們實在太機靈了 在23號之前 他們大規模的 且所謂有約談41位里長 而且這些里長都集中在 大家所謂的是屬於藍大與綠 而且大部分是國民黨籍的里長 這是什麼用意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我要奉勸民進黨還有賴清德 你們沒有能力去辦這麼大型的肇事活動 你們就讓國民黨辦不成是不是 所以同樣的奧普又來了 最近台北市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們有41個里長被檢調約談 只因為他們從6月份到12月到大陸去旅遊 各位好朋友 很多基層的民眾就在問 6月份開始 為什麼平常那個時候不常 偏偏要選在選舉投票最後剩20幾天 檢調才要大動作大陣仗 約談40多位里長 這位檢調司法界選想塑造基層里長 喊成效應 北檢截告前沒有回應 不過藍營加碼秀2014年民進黨立委林楚音主播實習 附路交流痛批綠能你不能 民進黨的去大陸沒有問題 民進黨趙天麟小三通也OK都不用辦 我在2014年代表三立前往中國參加媒體聯合訪問團進行交流 很坦蕩 但就不知道是不是國民黨自己心裡有鬼 所以契機敗壞的割道菜兜 如果國民黨覺得有不法歡迎檢舉 里長附路是否戒選 檢調還沒查清 反到藍綠再反舊帳 TVBS新聞許家瑞李宗澤台北採訪報導